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探索美味的瑞典美食 如果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或者只是对尝试新口味感到好奇 那么这一集一定会让你的味蕾为之兴奋 瑞典不仅有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历史 它还有一些你绝对不能错过的美味佳肴 从经典的瑞典肉丸 奶油烟三文鱼到香甜诱人的肉桂卷相信我 你将体验到一场美食盛宴 跟着我一起探索瑞典美食的核心和灵魂 发现这些经典菜肴背后的故事与风味 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获得更多美食探险的通知 让我们开动吧 瑞典美食之旅 瑞典的美味佳肴与传统菜肴 瑞典的美食文化融合了丰富的传统 新鲜的食材和独特的风味 在这个美食探索的旅程中 你将深入了解瑞典的美食世界 从标志性的国家菜肴 到反映瑞典文化精髓的地方特色 以下是引导你旅程的美食亮点 瑞典肉丸与越菊酱 Swedish Meatballs Lingamberry Sauce 到访瑞典 必不可少的体验就是品尝著名的瑞典肉丸 这道美味的传统菜肴通常搭配奶油土豆泥 浓郁的肉汁 以及酸甜的越菊酱 是最典型的瑞典舒适美食 你可以探索这道菜的历史 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的瑞典肉丸 或者如何在家制作 终极自助餐体验 The Ultimate Smurks Board Experience 传统的瑞典自助餐 Smurks Board是一个丰富的美食盛宴 它是自助式的餐桌 提供多种口味的飞鱼 腌制三文鱼 各类奶酪 沙拉和不同种类的面包 展示如何布置一张完美的自助餐桌 并推荐提供正宗自助餐体验的餐厅 脆饼与奶酪搭配 Crisp Bread Cheese Pairings 瑞典以多种多样的脆饼 Cankerbird文明 展示不同种类的脆饼 并将它们与本地制作的奶酪搭配 如Vester Bottensast或Perstoast 这些奶酪已成为瑞典美食版图的一部分 咖啡时光 咖啡与肉桂卷 Fica Culture Coffee and Cinnamon Buns介绍 Fica这一瑞典人喜爱的咖啡时间 这不仅仅是一个咖啡休息 而是一个文化象征 展示传统的肉桂卷 Conabler 并探访当地人聚集放松的舒适咖啡馆 飞鱼的勇者挑战 Sherstamine The infamous fermented herring 对于喜欢冒险的时刻来说 发酵飞鱼 Sherstamine是一段难忘的体验 这道传统菜肴以其强烈而独特的气味闻名 展示瑞典人传统上如何享用这道美食 并介绍其起源与传统 瑞典经典虾三明治 Erkak Maka The Classic Swedish Shrimp Sandwich 在海边咖啡馆广受喜爱的开面虾三明治 Erkak Maka是一道奢华的佳肴 上面铺有鸡蛋片 生菜 石螺 有时还会加上一点鱼子酱 这道菜完美展示了瑞典沿海地区的丰富食材 皇家公主蛋糕Princess Chuta The Royal Princess Cake 深受喜爱的公主蛋糕Princess Chuta 是一种亮绿色的分层蛋糕 内有奶油 香草卡士达酱和轻盈的海绵蛋糕 外层包裹着杏仁糖 带观众走进一家制作这道优雅甜点的面包店 并分享它的历史 飞鱼的多种风味 Seal Hairing in All Its Glory 飞鱼Seal是瑞典菜肴的主角之一 通常以多种腌制方式呈现 如芥末 石螺 洋葱和大蒜 重点介绍节日期间食用飞鱼的传统 并展示一些受欢迎的口味 豌豆汤与周四煎饼 P Soup and Pancake Thursdays 每到周四瑞典人会享用一道传统的黄豌豆汤 Rosapa 然后是配有果酱和奶油的煎饼 这一长期传统源自军队饮食文化 深入探讨其由来 地方特色 探索独特的本地风味 Regional Specialties Exploring Unique Local Flavors 瑞典的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美食特色 从北部传统的煎面饼 Cobo到中部的土豆煎饼 Rag Monk 可以探索不同地区的瑞典美食独特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旅游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及时获取更多精彩的旅游内容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您的旅游经历 或者是提问有关旅游的任何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期待在下一个旅游视频中再次与您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